军武速地军情必达 近期有台军最神秘部队支撑的海风大队 在全台频频亮相 如3月6日 有台民众在台东边海公园街道上 拍摄到6台经过伪装的大卡车 尽管有民用涂装掩护 但从卡车上拉的设备看 反舰导弹发射箱显得异常醒目 属于台军海风大队无疑 海风大队究竟是怎样的一支单位 装备和战斗力如何呢 其实海风大队就是台海军 岸舰导弹部队的代号 这支部队最早在1988年 由台军第6军团第21炮纸部 第8军团第43炮纸部 下属各一个炮兵转力建成 由于装备的是台军的雄风式反舰导弹 最早被称为海军雄风大队 1988年7月16日 正式更名为台军海风大队 大队名义上是营级单位 事实上高配为屡翼级 大队部在新北三支大片头 早期的台军海风大队 基本采用固定部署模式 下辖7个中队 1中队驻扎在基隆和平 2中队驻扎在平东小琉球 3中队在新北三支 4中队在高雄寿山 5中队在东引岛 6中队在澎湖西雨外岸 7中队在花莲贺田山 这些中队的部署方式 都是在驻地 开挖坑道和地下攻势等 将导弹放在攻势里 此类部署方式的好处是比较坚固 战场生存能力比较强 比如海风大队开挖的攻势 据说用500公斤航弹都炸不透 但劣势是摄像固定 只能面对特定方向的目标 且各中队之间无法相互支援 为此 台军在2013年建立了海风大队机动中队 驻地在高雄左营 估计下辖有三个机动驱队 此外7个固定中队也各增编一个机动驱队 这样整个海风大队又多出了10个机动驱队来 每个机动驱队 下辖一辆火控雷达车和两辆导弹发射车 共有8枚待发的雄风2型反舰导弹 射程在150公里左右 这次突然出现在台东海岸的海风大队导弹发射车 有可能就是某个机动驱队下属的装备 同时 台军还在不断地扩编海风大队 从2021年开始 由于台军和美国签署了购买400枚鱼叉反舰导弹的协议 台军开始大规模扩编海风大队 在三年内扩编出了三个机动中队来 此外 据称台军还准备在2024年 完成组建海风2大队 在2025年建立海风3大队 现任上校的海风大队大队长 拟兽少将军衔 同时增设一个司令部级业务单位 管理目前所有的海风大队 这个司令部可能会被任命为 台军制海飞弹司令部 从如上台军海风大队的编制来看 海风大队的规模相当大 但是问题也比较突出 比如它每个驱队的实力很弱 只有两个导弹发射架 全中队就六个导弹发射架 24枚带发导弹 比如它装备的绝大多数导弹 都是雄风2 还有少量超音速的雄风3 雄风2导弹的速度很慢 射程也不远 在现代海战中杀伤力不强 至于海风大队原有的固定中队 在我军已经有了大量钻地弹之后 无疑丧失了基本的生存能力 总之尽管台军对海风大队一直寄予厚望 但该大队却问题多多 台军想用海风大队作为自己的仪仗 我们只能说台军完全想错了